一座桥秀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几大人都判断了 都被判断了 总有一个桥 一个无人知晓的普通村庄 在退役旅长临上岛归来后 实现了美丽叠变 短短三年间 半山村成为了省级美丽乡村建设典型示范村 从空军雷达旅长到党支部书记 临上岛用自己的方式 向家乡表达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退役旅长的华丽转身 这是福建省游西县半山村 三年前和三年后的一组对比照片 虽然是同一个地方 但三年来却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这些照片的拍摄者 是半山村的村民林金龙 四年前 退休之后的林金龙回到家乡 平时酷暗摄影的他 把镜头对准了家乡半山村 对准了半山村党支部书记林尚董 旅长回来了 我跟他一起回来 同一天报到 在村里面当干部 后来这个摄像机 也派上用船了 作用花费越来越大了 林尚董是一位有着三十四年军领的退役旅长 三十多年前 十九岁的林尚董从半山村走出去 参军入伍 到原南京军区空军某雷达旅 踏实肯干好学上进的林尚董 从士兵当上排长 连长 最后成为旅长 2015年3月 林尚董从空军某雷达旅旅长岗位上退休后 放弃了大城市的优越生活 带着党组织关系回到了家乡 福建省游西县半山村 当起了党支部书记 部队叫以勤带兵 在地方要以心放心 你只要真心实心 为他们做事情 哪怕一时不理解 最终都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得到他们的理解 半山村 是福建省游西县面积最小的一个小山村 村里的劳力大多外出打工 是典型的贫困村 更为可怕的是 有的村民因为赌博 家财输尽 妻离子散 欠债跑路 那些小孩都带到赌博厂 这个是很可怕 会毁了我们下一代 这个社会在进步 我们农村 像类似的现象 如果再不抓 我们这个农村 就没有希望 立上到立下规矩 一旦发现赌博 立刻销毁赌具 赌资充公 情节严重的 依教公安部门 那天晚上 已经在四点多钟的时候 旅长 行龙 带我去看一看 哪一家 还没在那边赌博之类的 他看了进去 哎 你说不能赌啊 然后来给他顶 那个人很凶 顶了驴长很生气了 把他赌据 把赌博掀掉了 扫掉了 还把那个赌汁 通通拿给他充公 对于一些小赌 林上斗发动全家人 一起制赌 家里谁赌 他就顿着他身边的人 来做工作 针对一个人 他会打好几个电话 去做这个思想工作 那全中的那么多 他得做多少工作 所以他很多时间 就是各个击破 一个一个去做 就真的我公共一个人 他就打了六个电话 用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 治理赌博 林上斗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 半山村的赌博现象 就绝迹了 在铁腕制赌的同时 林上斗也在对村里的环境卫生 做着规划 我们本身是农民的孩子 出去几十年 当旅长 当什么只是个职务 你只要做事情 不是职务高低 我在部队能做 把地方这些小事情 我们也能做 然而 刚回到半山村 林上斗发现 扩别了三十多年的家乡 已经不再是自己 记忆中的模样 在林金龙拍摄的画面中 看到的是荒芜的田地 脏乱的环境 到处都是垃圾堆 让村民们苦不堪言 村民们丝大乱建 路边的鸡圈 鸭圈 汉侧 随处可见 各家的绿煮芭蕉 随意栽种 林上斗雀星 拆为鉴 砍绿烛 然而村里大多数人 都不愿配合 当时也有人扬言 对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要杀 要骂得狠狠的 这个都有 还有人说要把 队长的锅盖给鲜呢 村子有的人 大堂母亲的那些告状 你儿子要把我这个 鸡圈拆掉了 我鸡没亮眼怎么办 川普心很有分析 很幽默 没关系 你鸡没亮眼 你关到我儿子 那个船目底下来 对于群众的抵触 林上斗 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 我当村书记和当旅长 这个是区别很大的 一个平台变了 工作对象也变了 那在部队只要下达命令 下面马上就要执行 但对老百姓呢 那就不一样 我同情他 我当个旅长什么的 这样子还去求人家 一次到人家里去 感到很难过 先去同情他 面对态度强硬的群众 林上斗并不着急 对于群众的误解 他也不生气 农民在看待问题上 我们不要跟他争执 像部队那样 用时间来换空间 慢慢地跟他交朋友 跟部队带兵一样 林上斗相信 时间可以慢慢转变 村民的观念 林上斗担任半山村 党支部书记 不拿一分钱工资 周围的人得知 林上斗回村 干起了党支部书记 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但有很多人说 我回到那边 其实不想清醒 跑那边说苦说泪 棘手的环境治理 林上斗没有退去 他始终坚信 他的真心 最终能够打动群众 我说带兵跟和群众打交道 只要你真心 只要你耐心 我想也一定能够把它做好 不同意其他人先做 等他想通 我们再来做 对于态度强硬的村民 林上斗经常上门做工作 渐渐地 村民被林上斗所打动 主动拆除自己家的围建 昔日的菜地 汉厕 养鸡瓶 变成了公园 凉亭 百游马路 村里环境卫生的改变 能够达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的功劳是很大的 人家过去说他是见烟头旅长 在部队时需要打扫卫生 林上斗只需一声令下 官兵就能执行 但是农民的卫生习惯养成 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 林上斗认为 自己要率先锤饭 放下架子 弯下腰 平时走在路上 看到地上脏了 就会拿起扫把清扫 看到有烟头止屑 就会弯下腰捡起来 有一次来 游客来很多人 一般是来个人 有抽烟的 让人家烟头扔下去 我跟旅长在后面 跟在后面捡烟头 表人才去捡烟头 他问你是干什么 我清洁工 旅长母亲去世的时候 送去火花去冰站的时候 旅长跟在车背后 一边跟着一边 在路盘里捡垃圾 前面的人他在后面还捡 我开车跟着背后看 患者谁有这个心情 虽然刚刚从旅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但是村支书事无巨细的工作 并没有让林上斗感到厌烦 最让林上斗自豪的是 爱护环境的意识 在半山村越来越深入人心 手林上斗的感染 村民们看到地上有垃圾 也不再置之不离 但是我们也提倡道德良心就是风水 环境卫生就是风水 过去我们跟他讲 环境卫生会影响身体 环境卫生就是风水 那讲大家听不进去 现在你说连老人家 他自己也体会到 比较干净的 另外一个现在随便找我们 皮鞋都不要擦 没什么灰尘 在林金龙的尽头里 半山村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村间道路铺设了沥青路面 安装了太阳能路灯 村里建起了三城主题公园 文化休闲楼 生态停车场和标准化公共厕所 村里的面貌有了改观 然而如何改变半山村落后的经济状况 又成为了困扰林上斗的新问题 虽然半山村是游汐县面积最小的一个山村 然而在半山村村口的半月岛 是整个游汐河流生态环境最好的岛屿 这里栖息着上百只鹿鸟 开头一看那么多鹿鸟 在天上飞还在岸边逗留 它感到很兴奋 它突然间想起来 这个半山资源丰富能不能发展生态旅游 半山村有名牧果树 有明清时期的古民居 还有鹿鸟栖息 于是林上斗发动群众在鹿鸟栖息地建起围栏 鼓励村民去捕鱼喂鹿鸟 同时做好群众的宣传工作 建立官鸟屏 增强群众保护生态环境意识 每天早上去抓小鱼 然后坐一个宽浪换在那边 换在那边给鹿鸟吃 十几斤小鱼大概两个小时就没了 有了良好的居住环境 林金龙的摄像机镜头里 鹿鸟越来越多 看到那么多鹿鸟很高兴 就拿起摄像机来拍了 拍了一花不可收拾 鹿鸟这个成群绝对在这边 谈恋爱了 在这边来住草了 在这边生蛋了 变成成鸟了 可以挥走了 一直拍下来 多的时候 有的时候一两千只一起挥 哇 看那太赚光了 绿水青山有了 如何变成金山银山 才是更大的难题 发展生态旅游 村里没有启动资金 林上斗和几位支持他的村民 初次买了六条竹牌 设计了做竹牌 观鹿鸟 有半月岛 看明目古树 参观古民居等特色旅游项目 一来二去 村民们觉得 这位村之书既可信又可敬 开始心甘情愿地跟着他 搬上致父路 他干嘛要为我们村里干啊 他又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又没有什么大公司 这人家一心想要 他是为了我们半山改变整个村里 在林上斗的带动下 半山村成为了中华鹿鸟保护地 如今鹿鸟已经成为半山村的一张旅游名片 林金龙拍摄的鹿鸟也开花结果 在第49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上 他拍摄的电视纪录片《我们的鹿鸟》 获得了当年短纪录片最高奖 白金雷米奖 看到村里的变化 村民林上树的心情也变得好了起来 他开始唱起自编的鱼歌 从前的他只能靠捕鱼来养活一家人 现在他不仅做起了竹牌管理员 还开启了无人职守小超市 卖的是诚信 买的是诚实 农户把自己生产的 吃不完的农户产品摆在货架上 就写着看心情给钱 在半山村 像这样无人职守的小超市 已经开了十二户 虽然这游客越来越多 曾经只能靠天吃饭的村民们 现在纷纷挡起了导游 卖起了农产品 这次农民自己晾了酒啊 一些土特产啊 都可以 通过我们这个半年都来 没有白拿的顾客 只有开心的店主 对 跟随着党支部书记临上斗的脚步 从镜头里看到半山村 三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林金龙也感慨万千 对我们个人生活来说是一种享受 因为跟旅游业 跟上斗书记在一起 这个确实一个心情非常舒畅 我们感到有获得感 有成就感 老百姓感到 他们自己也感到很幸福 旅游业的发展 也让本村青年 从外地返回家乡工作 二十多岁的黄彦宏 在结束了长达五年的漂泊生活后 回到家乡 当起了一名民宿店长 回来以后就会照顾着到孩子 父母变老了 你不可能说把他们扔在家里 在林金龙尽头中 原来的荒田荒山 种上了黄金百香果 村民们已在村里 赚到了第一桶金 一亩收入个一万块钱左右 现在叫我去出门 我肯定不愿意去 我请现在待在家里 环境又好 卫生又好 又有人这么多来 人来客玩 村里搞旅游 少不了要搞建设 村民陈明森 放弃了外面的高薪工作 负责村里的房屋等建设 家乡一直在电话 然后她旅展 她的行动 也感化了大家 不是我一个人 大家都愿意来 为家乡的建设 出一份力量 正在进行建设的是生肖虎亭 这些亭子都是村民们自己出自建设的 半山村绝大多数都姓林 也有一小部分别的姓氏 林上斗这样做的目的 也是为了让村庄更和谐 农村毕竟有一种传统习惯 好像姓氏这些 好像有点不和吧 它就提倡这种 反正就大家都和睦相处 不论姓什么 都是兄弟 反正都是一个村子 三年时间 村民的幸福指数 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曾经反对林上斗工作的村民 也被潜移默化地感化 成为村里自觉做公益的积极分子 我们应该说 别人生活居住的幸福指数很高 还有一个是 我们所谓的叫自豪感 有没有额外的自豪 现在谁问我也说 我是半山吗 特得瑟 现在问你哪里来 半山人外面都是素质大母子 半山人 好厉害 现在半山变化大 在林上斗的感召下 他的一些战友们 也支持半山村的发展 我上海的一个战友 我的老班长 花了很多精力 跟我们村里特困惑 连债务 小孩读书 生活 现在一些困难 就搬到底了 让这些落实者 获得有一种尊严 林上斗的爱人退休后 也要回到村里 和他一起生活 我也很快就退休了 今年年底退休之后 那就更多的时间 来协助他一起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在医院工作 将来村里头老人可能越来越多 需要抗护或者是管理的人 是不是需要我们这医护人员 给予他的一些帮助 我在军旅生涯 从一个士兵到旅长 我们对在跟战士 我们的官兵 尊重我们的部署 尊重我们的官兵 你去真心为他们服务 他们就会支持你 短短三年时间 小小的半山村 已经成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半山人梦寐以求的美丽家园 因为临上岛的归来 正一步步得以实现 我能来这当书记 带领群众和群众一起 把家乡建设得好 应该得以部队对我的培养 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 林上岛把部队的优良传统 带到家乡 带领乡亲们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农村这片土地上 他开辟出了另一片新战场 2018年11月 林上岛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 评为2018年最美退役军人 获奖之后 林上岛把慰问金 全部送给了村里的老人们 自己掏了钱也掏了不少 看人家比较困难 还刚好路过自己经常去看这些人 有困难的老人 2019年3月30日 半山大桥建成通车 半山人结束了世代百度的生活 林金龙又拿起了摄像机 记录半山村这一个重要的时刻 半山多少年多少代以来 都渴望这有座桥 能够促行能够方便 很幸福了 我们这家人看最幸福了 再没几个更美好的 这个土地就没有了 如今林上岛又在思索着 如何带动附近的村庄 共同走上致富之路 他心中的幸福美丽乡村 正在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魔鬼州极限特训如期到来 妻子的预产期也如约而至 作为队长的他 该如何选择 面对荣誉的向往 家庭的责任 他如何带领小队 用优异的成绩 为即将出生的孩子 树立父亲的榜样 军事记史下期播出 准爸爸的魔鬼州